好,歡迎大家收看《來見我》 糟了 為什麼呢? 可能還要剪掉 我忘了戴拖鞋和木劇 怎麼了?你不穿鞋嗎?我沒有啊 我穿球鞋,你穿脾鞋 今天經濟打小人嘛 我有歷法專家許晶在這裡 我從來沒這麼說,不是專家 我一直以為你這張桌子 當你的王永球 我來等級是用的 不是,我不會打王永球 當你的李樽腳弄到許晶的腰 我真的不是這樣用的 那我們繼續吧 今天為什麼我們都吃一吃打小人經濟 為什麼呢? 因為傳統上為什麼說 現在是白虎出來 是 遺憾 吃人吧 其實那個白虎就是一種疫症 是嗎? 就是一種霧霾 令到很潮濕 蛇蟲鼠藝 病、病、痛、會全部都出來了 是 所以對我們來說 過了今天 麻煩你撥開雲霧 各種東西變得更好 但是從時事評論 或者新聞的角度 都有不少的小人要打的 比如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小人 就是你就算你不喜歡世衛也好 你應該自己親身感受到 假新聞是一個很強勁的小人 是 搞到大家都很混亂、很驚慌 就是買了很多東西 或者甚至買錯很多東西 信錯很多人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要打的小人 就是打假新聞 是 你說有什麼具體的答案 我覺得你覺得特區政府抗疫 坦白說 基本上是不滿意多的 但是我覺得更多 我這次也不錯 不滿意多而已 你是少的 但是我 我常常都是少數 但是我意思是 不滿意多的課題當中 我自己覺得做得最不夠好 是哪一番 還是抵抗假新聞這方面 真的做得特別差 人家當然有一個台 天馬流星台 我就是基於天馬台 都仍然覺得他做得慢 仍然覺得他做得慢 因為他 但他有這個意識 我覺得OK 第一就是天馬流星台 跟我喜歡某個卡通人物 好像 開拳 他有出拳 至於他的拳夠不夠快 是不是好像天馬流星拳 一出就有幾百個 那個我叫吳景俊 是的 我沒有開名的 Kenneth不說我 我沒有開名的 一代男神你也夠敢說 Kenneth聲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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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夠不夠快 夠不夠什麼 整個一回事 第二我覺得相對貼地 相對貼地 相對貼地 那些東西不是很硬斑斑 或者不是很文朝 他那些信息的簡圖 我一看了 我不是批評天馬台 你弄錯了 我不是說你批評 我是說 他們就迎擊這個假新聞 是 我知道有迎擊 但是你知道 其實聖鬥士 除了單打獨鬥之外 都講過團隊精神 群偶 群偶 我覺得資源不夠 我覺得 其實官台 即是港台 在這方面 都不妨真的 給人感覺 他未必是公佈過的 那些人之前沒有說 他那些東西不準確 不正確 我覺得反正也是 就是撥一隊人馬 專門搞假新聞 是 專門去澄清 你所謂搞假新聞 是搞走假新聞 不是搞假新聞 調查新聞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那你就有官台的風範 其實不如你 第一 你的樣子像官 不是吧 第二 我有兩把喉嗎 第二 這個搞Fate News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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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媒體上看的 不是近年 很多年前你已經有提到 因為你一直都有 很努力做一個功課 就是與其 觀察其他人 或者與其我監察其他人 不是監察我們自己媒體 你透過這個監察的過程 其實就不是被動消極 你想到自己的新價值 第二 就是說 對於假新聞各方面 很多的處理 我真的覺得 喂 你有這樣的條件去做 不如你去搞 我坦白說 我不是謙的人 但是你要去分辨 以及去搞一些假新聞 那個新聞的觸覺 或者你那個底的口 真是老老實實 二十多三十歲的同事 是有很多新的技術 我們沒有的 但這方面覺得 你真的搞好過 但是你知道 我們 你出天馬流星拳好 我意思是 無論是天馬台也好 還是我們77台也好 其實都不會夠港台的人馬眾多 你說床紅勢大 你直接這樣說就可以了 你可以說床紅勢大 也可以 但你也可以說 澄清他們沒有湧原也可以 對 但你從哪個角度來看 對 你有這樣的人手編制 對 不如就在澄清這個假新聞 我覺得任何的新聞機構都是 如果在這些這麼艱難的時勢 還要保留這麼多人 那麻煩你證明給我看 你正在提供什麼價值 給我們的觀眾 給我們的香港人 其實這個很重要 另外一個我覺得 其實還有一個叫教育電視部 其實教育電視部 真的是浪費了機會 其實如果他們早些 好像我們之前說 可以早些做一些教學的元素 變成所有學生 其實無論什麼年級都好 在家裡的時候 都可以看香港電台的教育電視部 製作的電子網絡的教育資源 其實已經差很遠 那沒有的 我們當然 我們作為 雖然都是前日機構 但我們閉陀做一個商業機構 還有許智英 我們有很多兒童節目 對 還有許智英和他的團隊 你當作阿Q這樣說 我們人少又人少 即是靈活 許智英的人不太能靈活 但你一個靈活細小的 應變小組 我姑且地稱我們自己為 在這個平台的定位 例如海寧教室 你做完醫療 那你那個教室可以轉做什麼 轉做廣東話也可以 我們說英文也可以 我們說其他不同的教學環節 只要我們呼應到 回應到社會需求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海寧教室 就是 好像那些變形什麼光 可以變來變去的 百變海寧 學而是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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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宜樂乎 沒錯 當然其實還有一個 我們今天也介紹給大家 就是都會講一下 傳媒的發展 其中電影業的發展 即是韓國人就厲害了 厲害厲害 奧斯卡給他拿 還比李安導演還厲害 李安也是拿最佳導演 那我們也有一個奧斯卡 叫李俊 你這麼想念他 我明天就請他回來了 我明天就請他回來了 不過講到韓國人 我們講到韓國的教育 其實有一個課題 都是很大的討論 譬如呢 未必去到上樓棄生族那種 講地下屋那種 譬如說 現在學校 已經是因為法例的緣故 就沒有體罰了 但是原來韓國人 就不是流行打小癮的 就是流行打小腿 打小腿 聽起來都痛 上吹吹吹吹吹 不 那是用彈指成功 彈你便算 找棍弄 是合理的 打小朋友 現在好像還在討論 究竟在家裡給不給體罰 不是吧 不是吧 還值得討論這件事 現在在韓國 絕大部份的家長 仍然覺得你不應該立法規管 我看法的 講傻 打 下出孝兒 原來在韓國 是一個很主流的思想 我明白 那這件事不單止 可能會影響親子關係 我不是韓國人 我不敢回答 是呀 因為這真是個獨特的文化背景 所以我在想韓國的電影 真的長拍長有 是呀 即是他可能真的拍一套 叫做打小腿 又可以 打小腿 又可以變成 又可以變成 打小腿 打小引肢 打小腿 是呀 逐一逐一打下去 所以這也是很令人覺得很驚訝 因為他們之前為何要立法 在學校的環境不讓他們看罰 因為連幼稚園都開始看罰 幾歲的幼童 都要罰他們坐毛影棚 是呀 是呀 幼稚園 是不是在練大腿肌肉 以及但凡校隊 都一定會被人打 即是那些體育的隊伍 是呀 即是被人打下當吃飯 是呀 我覺得對一個人的身心是有扭曲的 是呀 所以在教育制度裏面 即是已經禁止了老師做這件事 要罰的 但一直都去不到民間的層次 是 即是現在最新做的民意調查 做出來的家長都仍然覺得 你不要阻礙我 即是我有打兒子的權利 打女兒的權利 都還是這樣的 即是我覺得那些不是叫打 那些叫交 都還有這些 是呀 不過不要得 這些有接受 所以這個都你看到 即是不同地方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雖然一方面韓國走得很前 是 但原來上一代老一輩的人 他們對於 譬如看佛 這些我們覺得在香港 簡直是匪夷所思 是 現在連佛企老師都不太敢 都當是看佛 原來佛抄都是看佛 原來叫你寫太多東西都是看佛 所以當我們香港已經去到 一個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在另外一些亞洲的國家 原來看佛都是很普遍 之餘 還要是一個主流的文化 明白 我想這樣看 一方面 其實我明白 不是那麼容易去下 那個所謂的標準 原因就是世界不同地方 又不同教制裏的方法 譬如我們原先以為西方 比較放任 主要我想都是一些 所謂新大陸的國家 即是澳紐 加拿大 或者美國那邊 我不知道跟他們比較 地方開闊有沒有關係 比較放任 但是我們如果看看傳統 歐洲 尤其是歐六 其實很多法國意大利的家庭 他們家庭式的教育 其實跟我們傳統中國人很相似 那種家風家學的淵源 就會很深感 但無論怎樣說 我覺得看法 剛才Vincent說到 不單止對小朋友的身體 對他的心靈 都有很大的創傷 我覺得真的不是可面側面 就應該立法禁止